看素食飯 李師傅 是 今天是不是有筍食物 你知道天理潮濕 有時候有些東西有點胃口 好, 我們吃野味的食物 好 它叫涼野燜雞 涼野?涼野是什麼? 很寒的 是不是生辣的 不能吃 只是野味 涼野食就是一種食物 譬如馬來西亞、東南亞的地方 是一種好像華僑的東西 原來他們三代之前 已經去了馬來西亞、馬六甲那邊 跟那邊的人結婚 通婚 生了後代, 他們的就是涼野 這樣嗎? 是 為什麼會有這個名稱 是一個除了稱呼他們之外 他們自己煮的時候 將一些中菜的元素 都放入馬來亞味道 所以叫涼野菜? 涼野菜 這個涼野味, 我想想 他們很多時候會有香茅、乾蔥、蒜頭 辣椒、椰汁等 因為他們那個地方是種植的東西 所以今天我都學了他們做的 就是這個叫香茅 除了這個新鮮的 有時候會發覺有些是乾的 乾的多數在外國用多 因為他們難買得到 不過現在也不難 這個不僅是香, 是鮮香 是的… 所以我們可以用它來做醃料 用香茅雞翼、香茅豬扒也有 原來今天用來炆的時候 也用來加味 但是今天我比較特別 除了這樣做出來的味道比較好 我先拍一下它 不是大得 拍散了它之後 我加上一種東西叫檸檬葉 這裡我們不開中間的框 因為它比較硬 讓你們嘗嘗 你們試過的 撕開是很香的 聞一下, 撕開它 香嗎? 很厲害, 檸檬味 對, 很香 味道很香 又不用滑的樣子 你還要不要, 師傅, 我拿回家 好, 你拿回家就夠了 她拿來放在櫃裡 插手 三塊、四塊、大塊、小塊 實在是很隨意 我把這些放在一杯水裡 把這個放進去, 滾開 滾開, 為什麼不出味 出來要點水? 對, 我待會用水來炆 平時做咖喱、椰汁、漿的炆 很多時候我們會把檸檬葉、香茅 放進鍋裡一起炆 為什麼?我想問, 為什麼要一起炆 但是今天的雞很快 還沒出口味, 可能已經… 雞熟了? 熟了 所以嘗試把這些放進去 中火、猛火都不要緊 煮五分鐘, 讓味道放進水裡 待會我們就用它來做 原來是這個意思 對, 現在說說另一件事 今天我用雞 你實在可以用其他肉 用什麼好? 牛和豬比較危險 外面有些人吃豬, 有些人吃牛 所以雞也不錯 馬來西亞吃雞多 對, 這個切一塊塊 我看見它漂亮, 而且不太肥 有些我去皮 有些比較黏得穩妥 我覺得放一點皮 也有它的香味 可聞 如果用全雞有骨的一起煮 沒問題 會不會更香? 也會, 有些人會喜歡有骨 但今天這個我不要辣, 吃一口肉 我們可以放一點鹽 鹽也是它的基本味道 但我都說它有一點中菜元素 我放一點生抽 好 來… 一湯匙嗎? 這麼少? 這麼夠? 夠了… 一湯匙 變成複雜味道 不僅僅是鹹字 還要放其他? 當然要 放一點糖, 很基本的 而且它們會放青檸 青檸 青檸? 就這樣倒進去, 酸酸 倒進去 青檸有多大顆 全都炸了, 夠了嗎? 不夠, 要加湯匙 這個… 大概有多少個? 大約一湯匙左右 一個就行了 對 很少一茶匙 差不多了… 不僅僅, 除了這個有鹹, 有甜 有酸 還有酸 還有一件… 什麼? 這個很喜歡, 這是一個炒香的椰蓉 這是椰蓉嗎? 對, 我之前也用過 用來做某些東南亞菜 對不起, 我不懂 我以為是某單蝦 你別說鼻風糖, 炒蟹 對… 炸蒜 你把它這樣拌勻 你為什麼會加進去呢? 原來這道菜已經帶了很多味道 它有椰蓉之外 它有甜、有鹹、有乾蔥 有其他辣椒, 把它炒開 對, 差不多了, 夠了 李師傅, 看我這裡 香茅和檸檬葉都已經黃色了 是 而且已經煲得出味道了 要不要煲? 不用了, 謝謝 關火? 關火 好, 要不要加它? 不用了, 隨它吧 不用, 好 我們雀釀蓉都預備好了 醃好雞, 做好醬汁用來炆 看炆的時候還要加東西 有蒜頭 蒜頭 有乾蔥 乾蔥 剛才那條香茅… 中藥嗎? 現在我會將它輕輕地剁一下 我想問你, 李師傅 如果買香茅, 買一些老的比較好嗎 不是, 買一些新鮮鮮 不要乾到硬了 這個留給你了 我加香茅 香茅 之後放一點辣椒, 好嗎? 好啊 送移椒, 竟然放一點辣椒 有蒜頭 蒜頭, 你整顆放進去就可以了 不過我覺得我今天這個粥 變得好一點 粥比較矮 我怕它會彈出來 我將它輕輕… 蔥樓 蔥樓 你就會說, 這樣用鍋子來做什麼 不如把它切開就行了 是不是這樣? 切開就行了 我又有家庭的小什麼氣 小什麼氣? 有什麼氣? 你說是誰? 它就行了 為什麼要這樣? 搞碎氣 這個就叫傳統安安妞 他們那時候沒有小家電 原來這個在中間的水溶 味道都撞起來 還有濾汁 脂汁會濕出來 是漂亮很多的 混合的感覺很多 所以我就是這樣盡它 還是盡它 這個… 秀兒說這是Annie師傅的什麼? 中茸之道 沒錯 好嗎? 中茸之道 中茸之道 蔥頭和蒜頭都散了 是 現在剩下的就是辣椒皮和香茅 好了, 怎樣了? 中不爛了 中不爛了? 爛了 這個已經是我待會燜的時候的香味 但我覺得只燜雞不夠吃 我又買了一些特別的東西 這個叫四角豆, 它算是豆類 你看到我們自己的豆 有時候我們都會這樣剝掉 就剝掉它的根 之後如果你用來用的時候 你可以煮來用, 可以用來炒 很爽的 爽的? 是 好, 這個已經做完了 我們可以把它炒一炒 這個, 如果你真的找到這些 又想嘗試一下 你可以嘗試這樣炒 炒的時候就放一點蒜蓉去炒 好, 謝謝 繞一下 好像平日炒一塊, 一樣的炒 你喜歡不是的, 出水, 飛水就行 我喜歡炒 出水嗎? 我喜歡這個, 更香 然後有蒜蓉的, 加點蒜蓉 繞起來就很好吃了 這裡加一點鹽 喜歡的糖 這樣繞起來 我要大概六、七成熟就可以了 現在算是熟了 還沒熟透, 待會我放進醬汁了 各位觀眾留意, 是還沒熟透 Annie師傅, 是不是萬事俱備嗎? 所以做預備功夫做好了 煮東西就方便很多 還要有大王幫忙 謝謝 放油而已 記得嗎? 我們要半煎的 好, 夠了 半煎油 半煎 是半煎, 不是半煎油 半煎嗎? 還沒加進去之前, 我就放一點麵粉 麵粉?很少而已 不斷, 讓它乾一點 煮起來, 它會封住肉汁 會不會脆口? 不會脆口 不會脆口 我們用來炆的 會不會硬? 也不會 硬不起來 不會, 因為有汁 好, 我將它放進去 對, 火會慢慢的 很慢 可以了 放進去 如果我全雞, 會不會就這樣炒爆? 也可以的 穿著放進去, 它分開 容易接觸到油面和熱面 煎得更好 煎這個過程也要細細細細 這樣吧? 對 看見分別嗎? 一個、三個, 少許焦就可以了 這樣 很快 很快 你當作煎風 是 要熟了嗎? 不用 這個也不用熟了 有, 你把成熟就可以了 待會在醬汁裡才能搶到醬汁 差不多了 看到了, 乖哥也看到了 雞已經開始… 挺漂亮 已經定型了 定型了, 我們拿起它 好 有些早下的, 應該是時候拿起它 師傅 不過拿起的時候 你留意我拿起, 都是很軟的 就是說它是微透的 全部熟透 微透 但是也挺好看的 這個煎完之後, 剩下油 剩下兩湯匙就夠了 這些不是麵粉, 這些是剛才說的椰蓉 原來是椰蓉 我不捨得它, 所以我就留下它 除了它焦 如果它焦了, 要把它焦掉 很香就算了 對 好 師傅, 真棒 師傅, 下山 好, 我們把它煎 說說這裡, 這裡有一點乾椒 為什麼我不放進去呢? 譬如我最近兒子怕辣的 你放進去就真的每個人都會吃 你也說了, 秀兒姐不怕 這個真的要跟太婆做法 不可以快 你要炒至香, 我們才把它加進去 否則那樣東西不好吃 那又是 你又想它炒香 但你老婆這麼慢, 怎麼會香呢? 就是要慢慢的 還有一件可以加進去就是這個 蝦米辣椒醬 蝦米辣椒醬 現在加剛才的水 加上這個水 就是剛才的香茅和檸檬葉的水 對了 你現在知道是仿然大悟 對, 原來水不是普通水 不是普通水 幫我加一點茄汁 多少? 兩湯, 再一次就這麼多 那就是全都加了 不要這麼多, 待會 你只剩下一點 好, 鹽 好 沒有中間 你覺得對 七成… 還有東西要加 還要加什麼? 椰汁, 真的很香 這樣就倒好了 很棒 有點辣的, 搶地 加一點糖 加一點糖 是 加一點鹽就不得了 是, 沒所謂 再加一點鹽 然後加一點鹽 是 然後呢? 然後拌勻 放了, 還不放 你看修兒姐 她的口水已經在濕口裡 滴了 到這時候就看看雞肉熟了多少 現在就熟了 熟了 熟了 然後我剛才說的一點粉 放一些絲仁醬下去 不是, 這是四角豆 放進來 是, 吃火 我不想… 不用快得這麼多 不要攪拌 不是, 因為那個豆 師傅說如果太熟了, 它太軟了 還有它會變色 對, 而且你爽口就要… 現在放進去 師傅, 我來 真的什麼芡都沒有打 對 真的這麼濃稠 什麼? 你那些四角豆, 現在適合 不要釀了, 都淋了 淋了, 變成不適合 大王, 弄製得很好 好啊, 弄製得很好